11月1日網上傳出一則消息 一位做外貿的網民 在10月27日收到銀行通知 銀行卡內的180萬元人民幣被凍結 理由是有一筆25,000元金額 沒有講明款項的來源 網民轉帖說 這位做外貿的人 銀行卡內180萬被凍結 銀行打電話說 有一筆25,000元金額沒有辦法講明來源 如果存額繳納該地區各庫可以解封 原本想住息事寧人 就從另一個卡轉入了25,000元 進去某縣專用帳號 但解封後仍沒有辦法操作 被告知有8個公安局查封了這個帳戶 現在沒有辦法解 要麼就每加罰幾萬認賭媒 要麼就這樣僵持住 9月18日微博知名財經博主 封中的廠長提到 他的義烏客戶的銀行卡被凍結 信聞義烏網民最近市場如何? 這條博文引來不少外貿圈人士的回應 留言反饋顯示 義烏、廣州、深圳、上海、福建、泉州等 外貿較發達地區的一大堆業內人士 銀行卡被凍結 凍結金額從幾萬到上千萬不等 中國農業銀行成了凍卡重災區 這些攝氏網民 多數不清楚銀行卡被凍結的具體原因 只是知道圈內出現大量類似事件 有些人甚至朋友圈基本天天都有廠家通知被凍 認為這件事應該是中共當局所謂的反洗黑錢有關 提供電視 사진 出現本家的澳洲 導火 導火 通知 通知 части